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準時收睇風雲高 多謝支持本人陶傑 Patreon和白偉聰 我們也非常歡迎各位加入 還有我們的特別會議 渠道風雲會 這兩天在深圳日本人學校 一名十歲的日童 有人說是日中運血的學童 被一名中國民族主義仇恨暴徒 即場用尖刀刺死 這件事引起國際關注 日本政府甚為憤怠 首相岸田文雄出來說 日本外務省 也要求中國 這件事給予一個完整的答覆 意思是對於中國外交部分人 王堅 最初的發言是表示不滿 因為中方 是有意 將這件事降溫 而且很多媒體 已經將這件事的報導 落架刪除 有些中國人自動走去深圳人學校 深圳的日本人學校門口 擺花 又說對不起 這些留言 在微信上也被指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刪除 不再展示出來 不再展示出來 這件事發生在9月18日 即是所謂的918 這個事件 一個歷史上的一個政治敏感的日子 這個當然有理由相信 後面是有一個民族主義的演習形態 相當於這一次的行動 這兩天 日本的企業終於對員工發出警告 或者指引日本的東芝 在日本的工廠 在中國方面的企業 也叫員工行藏小心 很多日本的家長都說 小孩子或者日本人 在中國公眾場合 避免高聲說日本話 其實日本人說話都不是很大聲的了 中國人大聲很多 只不過現在搞到行藏非常危險 當然這個相信也有理由 無論在東北、山東、廣州、深圳這些地方 如果你說日本話 給周圍的中國人聽到 確實是生命安全的威脅風險增大 在2018年10月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似乎對此早有預感高瞻 遠足訪問中國的時候 宣佈日本將會結束40年來 對中國的援助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沒有錢收 在1979年開始付錢 已被中共清潔到2250億人民幣的對華員 包括免費及較少ме款 到2018年安倍晉三是不給 甚至不會因為沒錢才付 我們經常說仍要追加錢 導致有些人 解僱落 既然這樣不如回互 第二次如果你不必任 我記得在1970年、1971年之間 日本的東寶公司推出兩、三部戰爭電影 其中一部包括《偷襲珍珠港》《虎虎虎》 香港也有上映 另一部叫《山本文十六》 這兩部大片推出的時候 突然遭到中國官方喉舌 和香港的親戚 當中輿論大肆批判 說日本是想復辟所謂的軍國主義 1971年11月 日本的愛國作家三島尤紀夫 在自衛隊的大樓撤覆 他召喚日本的民族 復興了一個叫武士魂 就是愛國精神 也被中國的輿論指為 日本想復辟軍國主義的證據 在1972年 在尼克遜訪問中國之後 接著日本首相田中國榮 要訪問中國 同意台灣斷交 和中共建交 突然攻擊日本的輿論 全部都收皮 剩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得到好處 田中國榮 在美國之前和中國建交 拋棄台灣 令毛澤東和周恩來大感冒 不但當面放棄所謂的戰爭賠償 毛澤東也送了一套楚池 給田中國榮 那時候突然不說了 他不會說田中國榮 來到不會質問他 你是否想復辟軍國主義 因為那時候是有好處 一直到1979年 鄧小平當政的時候 去日本訪問 日本慈悲為懷 當時的首相大平正方 被鄧小平參觀一些日本的機械人 和那時候新幹線火車 鄧小平好像一個鄉下佬 看到目定口呆 然後就顏男子說 我看到了真正的現代化 那麼日本人 那時候可能覺得 鄧小平的中國 仍然是如指可教 於是就答應 開始提供這些援助 這些援助 這些援助厲害了 在那時候 一開口就沒有停了 這個日本的援助 包括了最重要的就是 在鄧小平訪問日本之後 日本捐了一座叫做 中日友好醫院去北京 這些是更新了中國的醫療設備 和教會中國的醫療行政管理 是吧 2009年的時候 還慶祝建院25週年 另外還有就是派一些環保的隊伍 去到中國的大西北 是吧 是幫助中國的環境 那個研究培訓 還有對於空氣污染 還有沙塵土的監測 確定沙塵部的發生員 在全國的沙漠地區 就展開調查 分析收集的黃沙的數據 然後就 1992年就啟動 培訓中國國內的這些科學研究人員 還有就是一個日本的協調 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和NGO 一個叫做中國計劃生育協會 合作在大西北和貴州三等 就去扶貧去那些深人民間的苗族 那些深山的地區 就教他們生育的問題 是吧 在這方面來說 可惟 自從明治維新之後 日本開展對中國第二波的協助 教化文明的運動 40年終於由安倍晉三宣佈結束 期間也有很多波折 一會兒就說日本 什麼根改歷史教科書 中曾根康王參拜靖國神社 這些當然是聲大隔惡了 可能累積之下 安倍晉三覺得 都沒得救了 教無可教堅 無謂再扔錢 可能這樣就得罪了 後來的中國 甚至是習近平 是吧 現在呢 這個所謂冰凍三尺 再加上近年 中國的戰狼外交抬頭 針對日本的民族仇恨的宣傳教育 是不斷加碼 所以在9月18日發生這個兇案 絕對是有背景的 是嗎 鮑先生 你很詳盡 講述日本怎樣去幫助 或者協助中國 現代化和貸款 有部分的技術援助 甚至是無償的 這些其實我們以前在電台都已經說過了 那我不再重複了 但是我想指出一點 就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 他去紀念他任何過去的歷史 包括抗日 九一八 七七 甚至南京大屠殺 都不重要 我覺得這一點是每一個民族的權利 也都是他們 叫做傳承他們的歷史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是 當出現了一些 不是針對歷史的一些記載 或者紀念的時候 而去變成一些個別的仇恨 或者把那個範圍縮小 去到學校 於是那個問題就會出現 以及惡化 譬如說九一八那個紀念 雖然年年中國大陸都有幾 然後又說 無亡國恥 振興中華 這樣的標語 但是網絡上面 有人去留意到在2004年 就有很多很多針對日本人 在一些社區或者學校裡面的 所謂特權 例如那些學校只收日本人 中國人不准進去 日本人在裡面培養那些軍國主義 又說不知道裡面是教什麼 種種其實是一些 其實是虛假和不實的訊息 但是這些這樣的影片 和這樣的拍攝的方法 是影進去那個校園裡面 其實這些這樣的行為 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容許 和一定會遭受到官方的限制 但是你看到 在中國大陸的網絡上面 充斥著這些 那對於這些後來發生的恐怖襲擊 來針對這些日本小孩的仇殺 有沒有直接的必然關係 大家可以想像 但是很明顯 正如我剛才快信都說過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是默許和包容這些行兇者的 這些精神狀態的動機 因為他們已經把目標針對 去日本人學校 他偽造了很多訊息 例如不讓中國人讀 很簡單的 這是法律規定的 不是中國人有什麼問題 結果現在出現了襲擊小孩 致死的個案 這一點中國的網絡管制 當然他們不會承認他們的責任 這一點其實就是 那種民族的仇恨 和現在中國的經濟有沒有一個關係 因為一般來說 就是如果內部的經濟 或者是政權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情況 通常都是會借用外力 或者是仇愛 來去化解和帶走那個注意力 你近年看到中國當然 經濟是逐漸下滑 但是你看到他們戰狼的外交方式 還有仇日仇美 甚至仇英的這些言論 是無日無之的 這些就是將整個民族 推向極端主義的一個原因 所以中國近年這個戰狼 對內的宣傳教育 當然是一個最關鍵的原因 那部電影 經主演的戰狼的海報 他自己的形象 都是一隻手握著槍 一隻手握著尖刀 這張海報在網絡全部看到的 尖刀是什麼呢 是用來殺人的 槍也是用來殺人的 這是很明顯的 中國人經常說自己是愛好和平 但是你看看戰狼的這張文章 是充滿暴力的 這個潛移默化 將這些影像直入中國人的觀眾的腦海裡 潛移默化 再加上不斷重複 那些什麼九一八七七 又是下響鐘 南京大屠殺 七七又一次 九一八又一次 十二月那次 日軍進城那次又一次 那樣 天天在這裏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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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可以說全部只有程度深淺之分 這些這樣的宣傳 在哪方面來說 日本我認為他是失策的 不是說要罵犯犯 日本既然自1979年開始至2018年 是無償資助了超過四十年中國 這麼多錢 你去資助中國的時候 應該有附帶條件 你明知道中共是一部 完全是一面倒 對期報灌輸 只要對他自己是有利的宣傳的機器 你應該在磅水的時候 指定這一筆錢 如果你 nhưng我該去接收 你一定要在中央台 裏播放三分鐘 這個叫淺款接收儀式 還有如果我們的日本的環保人員 去到西北這些爛鬼貧窮的地方 去搜集這些黃沙的標本 一定要中央台給回一個時段 我要作一個叫KPI 要定期半年一次向中國人民去交代 我現在捐了錢給你 我做了什麼 例如說中日友好醫院 很多中國人根本都不知道在北京有一座這樣的醫院 日本捐贈醫院的時候 就一定要跟中國衛生部講好條件和中宣部 這個醫院我要定期類似香港無線電視 人際醫院的慈善活動 我要至少一年一次 週年紀刑 在人際 好像人際醫院那樣 在中日友好醫院在外面的廣場做一個大Show 然後請日本的歌星和中國的歌星 一起去標榜強調中日友好醫院 我們過去這一年做了多少個手術 幫助中國人做了多少次的器官移植 還有要強調 我這家醫院是不會收紅包才開刀的 是不會你進來割盲腸 出來沒有腎的 你一定要問中國的國家機器 拿回這麼多時段的AIRTIME的反宣傳 如果不是你的錢是等於扔到鹹水海 我說日本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以前在關東軍和滿洲國的時代 對於中國人的情報和民族性 那個心理是了解得很頭切 但是你只能夠說戰後的一代年輕人 東京大學 祖道田大學 進入外務省都是一些年輕的屬於Social Democrat 是一些自由派的知識分子 他們對於一海之隔的鄰國 懷著一些類似挪威的森林 那些村上春樹 那些白左 大愛包容和善良的願望 而且你知道日本人平時交往 他不是很願意提起一些很激烈的事情 包括什麼侵華戰爭 什麼黑太陽731部隊這些事情 又或者中國那些人吃狗吃貓 他們在社交的語言裡面 他們不喜歡觸及一些 他們覺得是太難引起尷尬的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他們的心裡面知道 但是不敢討論 還有再加上西方左翼那種自由主義思想 水平在國外的人 但是進入中 天下之間可以經常怪罪自己 年輕的一代就多些少許多些 有這方面的洗腦 知不知道 他們對中日之間的200年的歷史 也都在學校裡面所學無多 所以無緣無故就變成了 整個外交政策 就讓中國看出一個弱點在哪裡 所以你二千多億隨著在深圳 日本人學校這一刀殺了十歲的男朋友 我可以正式告訴日本政府 是全部打水漂 這二千多億是百磅的 是不是 早知道是這樣 你不如一個先也不要給 我們是講經濟效益的 是不是 給了錢你 還要換來這麼多仇恨 你不給錢來做什麼 是不是 中國成語都說叫做欣張仇報 是不是 這些當然不是獨立的事件 所以在日本人的方法 原來講 現在總算叫做愚夢初情 但是已經太遲了 你已經死了人了 是不是 當然啦 你說的Follow the money 日本人的援助 或者是這些叫做技術轉移 背後都不是全部是一個勉償之餘 是為了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 背後都是錢來的 因為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日本真的很多企業去了中國發展 設廠 或者是他們看著中國的市場 當然有利潤 跟很多歐美國家的企業一樣 其實對中國是有一個錯誤的想像 覺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 如果經歷了這些改革開放和自由的思想進去之後 是一個可以共處和做生意的地方 其實之前一定是這樣 不止可惜其實他不知道 中國人都是一件很聰明很狡猾的 是不是 他也是接受你的援助的時候 可以打工作入 清輕道弟 但是到了利用價值源的時候 就可以另外一個嘴唸 相信大家如果是跟中國大陸的企業 或者是我影視界交過手 其實都知道的 我也可以坦白說 當找你幫忙的時候 就是老師前老師後 是不是 你未簽約 或者是未落搭的時候 對你說功功敬敬 但是當倒轉 當你真的要幫他做事的時候 或者當你的利用價值完結之後 是另外一個嘴唸 或者是另外一個態度 這些我相信日本人都有一些天真的 或者是他們以往就很多時候說 日本人如果他相信你之後 他就一直相信下去 是啊 有些時候有點傻 但是這些錯誤是日本干犯令人差異 因為你說歐洲那些國家 傻間間 像英國 加拿大 澳洲 這些什麼杜魯多 這些這些 白癡是相信 或者日本對中國的研究 是超過了一千年 特別在明治維生前後 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有透徹的了解 這個是包括上一代 日本的政治家伊藤伯物 還有很多的西鄉龍城 或者日本的海軍之父思想家 聖海洲 複澤御吉 他們這些很多人都懂漢字寫漢詩 去過中國 知道中國的現實 日本作家戒穿龍之界 去過中國參觀 回來寫了一本《資難有記》 是記述了他對中國的觀感 以及對中國文化 到現在搞到貧窮貪污 骯髒骯髒的心感失望 這個日本的思想改革家 聖海洲 他是一個很主張建立海軍 以及去美國參觀過現代化的人 他是明治維生的一個非常清晰的人物 在日清戰爭爆發的時候 聖海洲是唯一一個在日本政界 是反對這場戰爭的 他說中國和朝鮮 其實都是日本的老師 其實對於日本 打這個清國是思出無名 但是同時 聖海洲 結識了李鴻章 對於中國的評論 也有非常深刻的認識 他有很多中國朋友 他後來寫了一個《回憶論》 他說雖然日清戰爭 日本是勝利了 日本人很興奮 但是那些支那人對於他們來說 為什麼他們輸呢? 因為他們換了天子 一朝天子一朝神 戰爭失敗 對於支那人 即是中國人 是如同馬爾東風 不論是改換天子還是朝代 還是日本戰勝 中國人都無所謂的 大不了是一個朝廷滅亡 另一個取而代之 但是這個中國 是不會進入一個現代化 聖海洲對於中國人的結論 就是中國人接受王權專制統治 這種人是沒有國家的現代觀念 也都不關心國家的前途 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說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但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 其實他們缺乏現代的國家理念 必定是走入祈禱 而且會引致巨大的災難 聖海洲當時對於中國的評論 可以說是非常公正 而且一針見血 他是反對日本軍國擴張 他是支持日本和平地協助中國 但是他也看到中國人的民族性之敗劣 還有散漫 這種民族性 你說加拿大人 美國人不知道 沒有理由日本人不知道 現在你搞到這樣 就只能夠說 日本本身出現了 對中國 叫做知識認知的一個斷層 現在日本的下一代 都是不看書 都是在讀書方面 對歷史尤為荒廢 但是在現在 當你日本是處於一個相當危險的境地之下 日本下一代的知識分子和公務員 如果不馬上更新 他們的祖先 三代之前 對中國認識的智慧 這個國家是很危險的 是 沒有的 其實都是 近代的日本人 的民族性 已經和你所涉及的明治為新 不同的 已經完全兩回事 百多年前的事 現在的日本人 都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可以短視 還有他們都是 面對他們自己的國家少子化 或者經濟 其實在所謂的寬鬆世代 和泡沫經濟爆破之後 是進入了一個長期的躺平 或者是一個平緩的發展階段 雖然近年有些改善 但是勇武的一代 你不要理他什麼叫武士精神 或者是他們的企業拼搏的精神 其實都已經色微了 雖然個別的企業都依然在那裡 但是很多以往 那些曾經顯赫的 譬如Sharp Toshiba 這些企業都已經沒有了 而部分也被外國收購 有些就 後繼無日 那這些種種 其實這個就是另外一張截 就是日本近代 甚至現代他們的問題 不過我可以粗略 都可以這樣說一下 就是我覺得日本人的民族性 依然是有個集體主義 依然是會比較顧慮別人的感受 又或者是他顧慮整個組織 或者公司的利益形象 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 其實剛剛是調轉 是一個極端的自利主義 本來在資本主義社會 自私是好事來的 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拼搏 或者是去競爭 但是中國人那個 就是比較病態一點 因為就是我剛才所說 當你有利用價值 或者是要求你的時候 卑躬屈塞到超越底線 但是反過來 當你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或者是他反念的時候 他的無情和他的卑劣 也都是超越了底線 這一點我相信 的而且我同意一點 是日本人始料不及 因為日本人他怎樣都好 他都是禮貌周周 或者表面上都很客氣 他們不會做出一些 超越了底線的舉止 或者言語 但是中國人不會 這一點就等於吃人肉原理 即使我去打獵 我點殘忍對那些動物 但是我不會吃人肉 但是某些民族 在歷史記載裡面 他真的是吃人肉 或者他覺得吃人肉 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點就會 我覺得日本人 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 也不是一個善慮 但是他遇到一個 超越底線 和沒有底線的對手的時候 他們這次真的疾了一疾 這種沒有底線 例如當年毛澤東 把反革命都去槍斃 然後向他收回三毛錢子彈費 這些納稅都沒有做出來 這些叫做沒有底線 同時聖海州 伊藤博文 那個世代 這個戒村農資界 那個世代的日本人和現在不同 那個世代所認知的清末民初的中國人 和現在也不同 我講過現在是一個變種 這個變種是自從1950年之後出現的 這個變種是經過毛澤東那種仇恨暴力的統治 再加上將整個孔孟儒家道德倫常的精神徹底剷除 特別是在1950年至1950年 是槍殺了全中國的地主 將中國的地主階級 好像納粹針對猶太人那樣 一夜炒起 中國一旦沒有了地主階級 那種私禮傳家禮二廉恥 這個傳統是維繫在地主 但是中國就是告訴下一代 地主只有一樣 就是叫剝削農民 它是將整個地主階級 極度妖魔化 等於是將猶太人妖魔化一樣 但是它不知道地主是維繫土地 它是僱傭農民 地主也僱傭士大夫讀書人是教小孩子 地主是賺了錢 也拿去捐錢出來辦學 地主是懂得農作物的耕種 因應氣候的變化 以及懂得經營農產品 拿去那個城鎮那裡賣 地主一人身兼各種 經濟、文化、政治的先進角色 一下子被毛澤東炒起 接著攀附地主的鄉身 即是文人、即是知識分子 接著批鬥 那剩下什麼呢? 1950年大陸的知識分子 現在都知道是道德真空 信仰真空 在50年之前 還有美國教會 燕京大學校長 司徒雷登這些長老會 辦學有基督教 有孔猛的儒家 也有佛教和道教 這些維繫著中國人的基本道德 但即使在明治維新那代的日本人眼中 這些中國人已經落後不堪 但經過毛澤東一代的教化變種 他們不知道那種無底線的方式 是他們不能夠自信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1978年我在大陸有一個親戚 在江蘇省 他目睹一件事 他在街上看到三個年輕的中國人 那時候 你知道1978年很多人在街邊 插著袋子無所事事 那些知識青年 這也是一種不同的 那在街上跑走走走走走走 CAL 日本人跑去到橄木 Bern 西瓜去到了 蜘蛛的人 像車子 在街邊走走走走 我想是好朋友 其中一個看到A軍拿著的錶就很羨慕 哇 你這張錶這麼漂亮 你拿來給我看 那些朋友拿來給我看 看看看看 這張錶真是漂亮 如果我有就好了 那這個大錶那個人就說 你想要嗎? 是啊是啊是啊 行 這樣 我現在馬上去大便 你如果肯吃了這大便 我馬上送給你 不是吧 很像周星馳的計劃 是啊 無端端他拿來消閒 惡作劇 那時候我說 是不是 是 那有什麼保證 我把這張錶放在第三個朋友那裡 你給我保管 我現在內急 OK 我現在就去樹後裏弄東西出來 你站在那裡等 於是他真的走到樹後裏 找一些報紙 你還是什麼 兜了一坨新鮮滾熱的 拿出來 給他 那個人看到 二話不說 馬上拿來吃 吃完之後 乾乾淨淨 現在可以給我一個錶給我嗎? 給你了 然後就給 你好 你有必 你英雄 大丈夫 一言自粗 四馬難追 這樣拿著錶 這個是我親戚在街邊目睹的 當時這些事 在整個民族裏面 在整個國家裏面 是事於家常變化 一個肯提出這樣的條件 另一個肯接受 這就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民間的重視之一 很多這些事 你說 我自己 移民目染都還有很多 而這件事是最戲劇性的 你不要以為是周星馳 是真事 你現在問回那些大陸新移民 六七十歲 他們覺得這些很奇怪嗎? 他們就是這樣的環境大 什麼叫底線呢? 什麼叫貪呢?什麼叫無恥呢? 他們不知道 因為毛澤東教出來的 1978年 現在這些人他們做了父親 甚至做了爺爺那一代 他們如果一個可以大便拿來 整股那個人給他一隻錶 這個肯吃的 這些人做了家長 他們怎麼教子女呢? 他們的子女又會怎麼教他們的子女 是不是? 這些就是了 是一個完全變了種 所以你香港 台灣 日本 或者西方 你以你自己地球上外面的人 那種道德底線 或者是非標準來對待他們 你是會錯的 是很不答白的 是吧? 因為是兩種人 你可以說他們是某種alien 是吧? 他們和你們總之不同 我不會有判斷 另外一個例子 我不會說他們差 因為那個人我只要他肯吃那些東西 然後拿著錶 甚至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這些人將來出來一定是做大事的人 寒信也誇下之獄 所以這個又可以上接中國人 這個2000年那種盜賊流民 那種草構的DNA 另外我講一些濕碎一點的真人真事 就是有些宿伯在大陸開酒樓 每間貴賓房 因為吃那些佛跳場 還是那些燉品 有個鐘 那種比較貴的 可能成本都要十幾二十元一個 每間房有十個 總之就是由一個侍應負責 好了 怎樣吃一吃一吃呢 就越來越不見了那些鐘 不見了那些鐘 那就要公司去買一個 那去了哪裏呢 不知道是客人拿走 還是打爛了 丟了 沒有辦法追 結果呢 就是議題面命啊 或者是 怎樣都沒有用 最後呢 就促了所有這些事情 因為不知道是誰打誰 一早上開會 排成一列 粗口爛虧 逐個罵 罵完之後 跟著呢 如果你們每一間房 你們現在我重新派過十個鄧鐘 每不見一個 減人民幣一百元人工 這樣 從此 這個 每間房 這些鄧鐘 就沒有不見了 沒錯 即是叫做 不小不舒服 不打 不過癮 這個是中國人 現在 是啊 現在是現代 十幾二十年前 當然 那麼 其實之前的管理 是用香港式的管理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尊重 自重 自重 或者我不需要摘下你每間十個 你打爛了 難道我要你賠嗎 你的人工都是那幾百元人工 是不是 即是做不出 香港人管理 結果不行 還要 敏絕 這個人性尊重 要用粗口多面罵 沒錯 扣人工 結果大家乖乖地 每天十個小時都放在那裡 這個是真實的 在大陸做過生意 問民企老闆 他都會同意 你不要把這些民工當成人 你當他們是畜生 你待他們好 他們只會 偷偷多多兩件事 你要把他們侮辱到沒有了尊嚴 有一隻巨大的威懾力 他們就不敢亂來 因為這個國家是一個森林 他們復應的是叢林法則 中間好聲好戲 契約精神 這些叫做禮上往來 沒有這樣的事 所以這個是1950年之後 一個新的生態 日本人 台灣人 去大陸 是最初你把你自己外面的那些 一廂情緣 什麼中日人民友好 世世代代代 這些東西 你一定是虧張的 虧到你雞毛鴨血 摸了世界 但是你又貪 他為什麼贏呢 他不是時時都說 我有13億人口 一人飲之可樂 你想想你代多少錢 這就是你外面的人最大的弱點 所以這缺乏一個民族的認知 也不用看老順和柏洋 你看回盛海州這幾句話就知道 其實不需要我來講 其實相信很多在中國大陸 做過生意 交過手的 都有大量這些故事 我們講的 冰山一角 一平同意 他這個富士康 為什麼弄到13年跳 為什麼把那些薪金折到最低 是吧 因為在那個生態裏面 非要敢不可 以前 有個廠長親口跟我說 你不提我都不記得 他說因為要放假 那些女工 不可以全部一起放 要分開放 但是有些特別的日子 即是節慶 那當然想放 那些女工 那怎麼辦呢 怎樣選擇呢 於是放工之後 自動會上去你的辦公室 提供某種服務 然後主動地 希望你可以 恩准他放假 有些事情 不是說 那個廠長 或者是 他主動要做 是 某些人 他們為了達至某種目的 你估不到的 為了放假都可以犧牲徵操 你估不到的 你真的留不到 他們眼中沒有徵操兩個字 只有利益交換 你想不想要 你想要 這個就是我的本錢 我可以跟你交換一天的放假 就是這樣 這些你說 去到非洲 都想不到 對吧 這種新鮮橋段 所以香港人 你現在 你過去那三年 你和大陸的人玩 你和共產黨玩 尤其是下一代 你有沒有想過 你玩的對象 到底是一種什麼的生物 在1984年左右 有一套電影叫做《似水流年》 當時香港演員顧美華 就演了一個香港的女孩 由於是被迫 香港都市的煩囂 她去到廣東省 一個潮州那裡 那些大自然的環境 和另一個叫做 詩琴高娃的大陸婦女 是大家做了閨密 是吧 你看《似水流年》 你懂不懂提醒嗎 那時候是把一個港女 和大陸婦女 古美華和詩琴高娃 兩個有一段所謂的三角戀情 大家兩個做到有少少少LESBIAN 這樣的意味 整個大陸的畫面 就是那些水田 和趕那些鴨 和後面讀《水青山》 加上梅艷芳首歌 是吧 令到這個所謂來自殖民地大城市 古美華 覺得洗盡 祖國這個山水 和田園的鄉村 使盡我在資本主義社會 帶來的煩囂和焦慮 是的 我當時看這部戲 我就在這裏冷笑 你知不知道詩琴高娃 現在在80年代 這個所謂的大陸婦女 這麼順暴 她前面有沒有做過紅衛兵 她這世人 親手剖過多少隻雞 有沒有在家裡的村屋外面 拿把刀來剖豬 是吧 那些港女就不會想這件事 那時候每個人都說很好看 這裡面好像香港電影的Feminism ok don't give me that kind of bullshit 這些西方電影左翼理論 put aside 你要問一下這部戲 有多少分的真實 還有有多少分的propaganda 還有是誰投資派 是吧 還有出現在什麼時候 1984年 我年輕人看 《中英聯合聲明》剛剛簽署 準備要你香港人心所謂的回歸 是要你們改變 是一向對於祖國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香港帶來的一些偏見 是呀 就做了一套似水流連 陶先生你說得好 拍得好的 不是很差的 當時看我都年輕人看的 大學時代 覺得很棒 我二三十年之後 為套電視劇回去這些 又是珠三角的農村做資料搜集 大陸叫條言 我就是那些親口來了香港 已經落地生根 曾經童年時在這些農村生活的人 親口告訴我 他們在農村的生活 充滿什麼呢 充滿性侵 就是說 強姦犯 包括那些高幹子弟 強姦完之後 還要你嫁給他 接著那些女人被人擒了之後 上去祠堂吊頸自殺 在一個汗廁 骯髒的地方 上次的時候被人擒 沒錯 這些故事多得不得了 他說 條條村都是這樣 他說 如果我是此水流連的顧美環 我就會請詩琴告話 坐下說一說你的經歷 是不是 你在農村湯過豬 你有沒有跟農民一起睡覺 他有沒有裝過你洗澡 這些更好看 但他的包裝 加上梅艷芳那首歌 就是有一種 少澳江湖裡面 這個叫曲洋 走去要認識這個叫劉政鋒 拿著桌子 要他入魔教 和他奏一節 因為劉政鋒喜歡音樂 在他面前吹了一首叫少澳江湖曲 知道為什麼嗎 這首歌就是 就是了 此水流連就是那首少澳江湖曲 香港的時候 那些大學生 知識分子 看得如醉如癡 我那時候年紀不是很大 我在戲院看你 我也很感人 不過在下一刻 我就心中懂得冷笑 就說這個電影的監製和編導 高照 將來香港 很快你就會知道真相 結果真的 後來都 現在發現 周圍的人都說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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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很厭惡嗎 你再看一看 《似水流連》 你就會覺得周圍說普通話 那些人 個個都是詩琴高 那麼親和 那麼可愛 是不是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想各位分享 一些對《似水流連》的深層電影解釋 請各位加入我的Patreon 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拜拜 多謝大家 記得Like和訂閱我們《風雲谷》 下集再會 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符陷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向四十萬進發 有這麼嬌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方雲匯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 那裡抗拒 有沒有被我看錯 判呢 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做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做癲佬 這種性格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的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否覺得跟林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 有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女不韋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頂 我一個怎麼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跟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細良 跟著劉細良就拿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田 這群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是黃偉倫 這群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中共 我相信在香港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